好 接下來問各位一個問題 兩個電器 一個電阻大 一個電阻小 請問你 誰的功率比較大 電阻大的功率大 還是電阻小的功率大 我們找一位可愛大美女來回答我這件事 兩個電器 一個電阻大 一個電阻小 請問你誰的功率大 13號 13 13 你覺得 你覺得 電阻大功率大請坐 很好 蛤 電阻小功率大請坐 很好 你不管跟我講哪個答案 你被我騙了 你被我騙了 不管你講哪個答案都是錯的 這一題學測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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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你是併聯還是串聯 公式P等I提方XR 串聯的時候電流一樣 電流一樣誰電阻大的功率大 對吧 所以如果我兩個是串聯 電阻比較大的功率比較大 比如說你當初的練習23題 你算出來4歐姆是1瓦 2歐姆是0.5瓦 4歐姆 電阻大功率大 23題 我們要算二三題對不對 所以知道 哦 串聯的時候 電阻大的功率比較大 如果是併聯 併聯 公式在做併平方出癢 電阻的時候電壓一樣 電壓一樣的話 上面跟PXXX都比 反比 所以電阻大的功率比較小 電阻小的功率比較大 所以這裡反而是電阻小的功率大 反而電阻小的功率大 比如說我們當初做的二次體 你回去看你看二次體 你算出來4歐姆是2.25瓦 2歐姆是4.5瓦 所以電阻大的功率比較小 電阻小的功率比較大 所以這裡我想過學測考過 這裡學測考過 所以不是電阻大功率大 也不是電阻小功率大 是要看你竟是串聯還是併聯 你看公式就知道 i平方乘以R v平方除以R 你看公式就知道 所以這裡要請你注意 注意注意 有些題目也不用算 就只是請你判斷一下 誰的功率比較高 或誰的燈泡比較亮 我們想說功率大的燈泡比較亮 你就這樣判斷就可以了 判斷就可以了 看公式就會判斷了 v平方除以R i平方R 看公式你就會判斷了 這就是要請你理解 電阻的大小 與功率大小的關係 要看他是併聯還是串聯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提起課堂練習